立法會內幕委員會 由去年10月開始 一直未選出新會期的主席 立法會主席梁君賢尋求外奸法律意見 認為在任的內會主席李慧琼 有權召開會議 處理內會的其他事務 新大律師是認為 郭榮鏗議員 在選舉主席時 所採用的方法 與主持選舉議員的職能 並不相符 郭議員 讓內幕委員會討論多項 難以看到 如何 與內會主席選舉相關的事項 和議案 秘書處和外奸的資深大律師 都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之下 現任內會主席 李慧琼議員 是有責任和權力 去處理因選舉主席出現過度而引致的問題 特別是處理重要或急切的事務 因此在目前的情況下 現任內會主席 李慧琼議員 是有權 亦是有責 去召開會議 去處理 內會嚴重 嚴重積壓的工作 立法會尋求的外奸法律意見 來自資深大律師余若海 和孫成江 他們認為 議事規則和內幕守則 只在令立法會 可以妥為運作 由於內會新會期 開始超過六個月 仍未選出新任主席 上年度主席 目前仍在任的李慧琼 必須承擔職務和責任 以主席身份行事 召開會議 處理內會事務 特別是急切或重要事務 但不可主持自己有份競爭的選主席環節 這個法律意見 與去年10月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不同 當時法律顧問指 主席選舉是各個委員會首項事務 在完成選主席之前 不能夠處理其他事務 梁君彥說 已經考慮所有法律意見 已經將所有法律意見 交給內會委員考慮 由他們自行決定下